陈维玲,1976年3月8号出生于台湾 主持人,出出过许多的综艺节目 作品有《秋天的童华》 在2003年1月4号与宋一鸣结婚 宋一鸣的老婆陈维玲 过去以黄金五嫂团出道 上边各大综艺节目分享和老公的家庭生活 因此声明大早 也常和老公一起代言商品 夫妻吸经历,惊人 但她近期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陈维玲出席公益参会时透露 自从她在教会受洗礼以后 整个人转性,平时除了照顾小孩 都在做公益 陈维玲之前会上节目分享夫妻相处 那个时候是一种潮流 不过陈维玲从七年前就开始不上节目 每天都在推节目 透露若未来有机会 会选择适合又正向的主题 虽未在荧光幕前 但陈维玲透露 现在仍和昔日的大嫂团成员联络 笑说别忘了 红龙鸡,崩百荣是我的周理 黄金五嫂团成员有红百荣 陈维玲,Wiki,林秀琴及金友庄五位人妻 当红时期五位人妻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话题分数不济 成为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 陈维玲说 那个时候有一种潮流 但她从七年前就开始不上节目了 原因是她在教会受洗礼后 整个人转性 平时除了照顾小孩做公益 为了若有机会上节目 会选择适合且正向的主题 从105年前以38岁的高龄产妇之字 生下第二胎乔妹对得来不易的女儿 宋一鸣非常的疼爱 坦言自己就是女儿控 12岁的儿子刚开始都会吃妹妹的醋 到现在已经心死了 宋一鸣表示 儿子小时候有受过同等的待遇 因此告诉儿子不要跟妹妹计较 宋一鸣宠爱女儿乔妹 女儿也十分的黏她 到哪里都在跟在身边 宋一鸣表示 每次宋一鸣要准备出门时 女儿就会哭倒在大门前 不知道是与谁学的 让她在一旁大翻白眼 宋一鸣还开玩笑的表示 所以宋一鸣做什么 一家人斗嘴的模样 笑翻众人 就像许多爱情故事一样 这段感情也曾出现了波折 宋一鸣曾经参加1993年 中国小姐选拔 获得了第三名 之后就开始担任模特 参加广告 电视节目 接秀 正式的进入演艺圈 刚开始交往 宋一鸣的父母并不同意 他们认为演艺圈的男性生活复杂 生活没有作息顾虑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交往 陈伟林发现宋一鸣不喜欢夜店 生活规律严谨 没有不良的嗜好 对父母孝顺 对兄弟姐妹都很好 有责任感及对事业很努力 所以他对宋一鸣既欣赏又敬佩 而他们的交往也受到双方家人的支持及认可 对兄弟姐妹都很努力